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错立交桥将于本月环节完成 今天是2016年的7月13号 星期三 农历6月初十 我们来看今天下日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十二五期间 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未来如何让科技创新继续助力我是经济发展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今日我是发布了厦门市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提出未来我是要继续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大幅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科技创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维和方法的创新 企业发展遇到技术难题需要专家指导 需要购买成熟技术专利 或者把自己的成熟技术转让出去 通过科艺网这个位于海仓的全国首个网上技术交易平台 企业足不出户可以实现 作为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的示范基地 科艺网用互联网思维打造了一个企业技术专利交易领域的淘宝网 一方面让厦门的企业引进国内同行业的先进技术 同时也把厦门企业的创新技术输出到了全国 我们有差不多为厦门的这个企业提供了服务 促成他们的这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有将近有300项 那实现的这个在线交易额的话差不多有1.3个月 从引进的角度来说的话 像市民区的软件还有像光电 然后像我们海仓的这个生物医药 然后还有机械制造等等 是我们现在我们平台上面交易的 引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类型 为了进一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让更多像科艺网这样的科技创新成果落地厦门 近日市政府发布了厦门市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 为未来五年我市的科技创新发展描绘了蓝图 规划指出 十三五是我是产业转型和创新发展的关键期 我是要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同时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规划提出 健全区域特色的创新创业体系 营造全国一流的创新生态环境 强化产业转型的科技支撑作用 深化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改革 建立区域协同的创新创业机制 加强汇进民生的科技成果应用 是未来我是科技创新发展主要任务 而软件信息服务 计算机与通信设备 半导体和集成电路 生物与新医药 新材料 智能制造 节能环保 文化创意 现代农业 民生科技 是我是未来科技创新发展的重点产业领域 本台记得报道 今天上午市政协召开十二届四十八次主席会议 市政协主席张健参加会议 会议决定 政协第十二届厦门市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将于七月二十号召开 本次常委会将重点围绕 加快社区书院建设 共同缔造厦门精神展开协商议政 常委们将从厦门社区书院发展实际出发 就加强规划引领 突出地方特色 增强书院时效等方面提出建议 上午的会议还听取了各专委会 今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计划的汇报 听取关于十二届市政协学习中心组 第五期暑期研习班实施方案的汇报 并审议了有关制度规范 今天上午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议会人员分别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文化自信从严制党立足本职等方面谈了学习体会 会议要求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以集体学习举办报告会等各种形式组织有效学习 增强四种意识 要不忘为民宗旨发挥政协作用 继续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协履职的着力点 坚持以身作则 通过学习讲话 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继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 本台记者报道 厦门市政府近日批复同意 厦门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到2030 市水利局也同步施行 简化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措施 今后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量将会减少八九成 可以说是审批项目的一次大受申 去了解 厦门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到2030 是2011年新水土保持法颁布时之后 我省首部编制完成的 城市水土保持规划文件 近年来厦门水土流失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5年 我市水土流失率为6.5% 为全省最低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明显改善 但从最新的全市水土流失 摇杆调查情况来看 还存在不足 对此市水利局在大量调查评价的基础上 编制出台水土保持规划 把水土保持工作 同流域整治 水源地保护等重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相结合 不仅划分我是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还确定了水土流失一发区范围 划分区域就几个 一个是便于我们对管理 对水土流失进行控制 第二个我们对水土流失的治理 我们更加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个是对我们省批方便的企业 服务了社会 加上我们的世中世后的监管来换取办事的方便 同时市水利局近期还印发了关于简化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意见 大大简化了审批程序 今后只有在水土流失一发区范围内的生产建设项目 才需要报批水土保持方案从而进一步方便企业 据分析 近两年市水利局审批水土保持方案达192件 其中只有10%到20%的项目是在规划规定的水土流失一发区范围内 也就是说 今后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量将会减少8到9成 同时水土保持方案在原来的报告书和报告表两种类型的基础上 增加了登记表类型 采取备案管理模式 审批效能也进一步提速 一般报告书的话 要批整个流程走完 可能要30天 如果是说报告表或登记表呢 我们当天就可以办法不接 就为企业就节约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就不需要中介单位进行编制报告书了 这样的企业也省了很大一笔资金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为提升我是应对海上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 今天上午 多部门联合举行2016年海上交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具体情况请夏天跟我们说一说 好的 演练针对我是西海域海况复杂 海上交通繁忙 客户航线交叉等特点组织了海上人员落水搜救 海上消防救助海上污染应急处置等综合应急演练项目 展示了我是海陆空立体救援的能力 上午9点演练正式开始 演练模拟一艘由东渡国际邮轮中心驶往鼓浪雨方向的客船 与另一艘由鼓浪雨开往东渡港区失控的游船发生碰撞事故 造成客船观光甲板上5名人员落水 客舱内12人受伤 一名船员被困于进水的船舱内客船破损并起火 一名船员被困变形起火的船舱内 货船破损燃油泄漏等险情 是海上搜救中心接报后 及时启动海上搜救预案 各相关单位按照应急预案立即展开救援行动 面对火灾及进水沉没双重威胁 客船自救是挽回损失的关键 一方面需要抛下救生器具 搜寻落水人员并申请外来援助 同时也要通知所有船上人员穿好救生衣 检查船舶受损情况 这时客船报告 有一名商员需要立即转移 很快救助直升机就已经悬停在事故海域上空 通过空中转移 从预险船直接吊挂送到医院 随后消防救援力量也及时赶到灭火破拆 成功实现消防救助与人员救助任务相互协调配合 据了解 整个应急演练 共用来自38家单位和部门的21艘船艇 一架救助直升机 两部救货车 30部救援及保障车辆 476名参演人员等救助力量通过演练 最大程度模拟海上救援实况 实现参演单位的实时联动 演练科目包括 难船自救 应急响应 海上救援 空中救援 水下救援 火场救援 岛礁救援 海陆衔接和善后处置等 应急是我们最后一道防线 那么对安全生产工作至关重要 这也是我们厦门市 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海陆空联合演练 通过这次演练 充分展示了 我们厦门市的海上 陆上的 空中的救援能力 所以呢 通过演练呢 我想 我相信 我们厦门市的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 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市委常委 副市长林文生 在现场观看并指导演练 记者陈岳田 陈静达报道 除了有急救措施 打击非法营运 也是维护海上交通安全的 重要一环 记者了解到 今年上半年 厦门港行执法支队 共开展执法检查 三百一十三次 严厉打击 非法载客 违规轻道 战道捕捞 船舶 无证经等 不法行为 近期将继续加大 对无证船舶 非法载客登岛的整治 助力鼓浪与深意 今年上半年 厦门港行执法支队 对夏张两地客运码头 渡口渡船 开展拉网式拍查 重点做好 节假日 下谷横线整治工作 基本杜绝了 小母船 非法载客 上古浪语行为 从7月1号起 海联合海市 海洋渔业等相关执法部门 开展了下谷海域 无证船舶 非法载客登岛 专项整治 我们采取宣传教育 与依法严查相结合 定人首点 与机动巡线相结合 联合执法 与各府旗则相结合 构作 陆上 海上 和岛上 三道防线 坚决 遏制 非法 长波 载客 上古浪语 这样的行为 此外 厦门港行执法支队 还将进一步加大 执法力度 全面强化 施工承拨 违法清费 专项整治 非法栈道捕捞 专项整治 港口危险化学品 专项治理等工作 严厉查处 各类违法事件 据了解 今年上半年 厦门港行执法支队 共开展执法检查 三百一十三次 检查港行企业 二百零六甲次 发现安全隐患 五十九项 检查运输船舶 六十七艘次 收缴清理于 网禁百张 驱离战道捕捞渔船 二百多艘次 协同相关海上 执法部门 查扣违法载客 小木船 快艇 以及战道捕捞渔船 各一艘 共立案七起 结案六起 处罚金额23.95万元 本台记者报道 今年来 我市正持续加大 对居民房前屋后 公园绿地的建设力度 今天上午 记者从湖里区 市政园林管理中心 了解到 湖里区又新增了一座 具有闽南特色的 地缘社区公园 地缘社区公园 位于金上路和金湖路 交界口的西南侧 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 整座公园采用红砖景墙 白色花钢岩线条 以及窗花等 闽南元素风景建设 更有家乡味和人情味 漫步在公园里 看着红砖绿树 融为一体的美景 头顶上方 被茂密的树叶覆盖 脚下还不时地 被草地上喷淋的水雾环绕 十分的舒适凉爽 据了解 地缘社区公园 所在的区域 原来是一条 狭长的街边绿道 为了提升 湖里侠区内 道路绿化景观效果 充分利用公共绿地空间 区投入了600万元 建设了这座地缘公园 在公园的建设过程当中 市政部门 尽可能地保留原来的树种 园内设置了 六个大小不一的广场 满足各种活动需要 还设置了650米 环形步游道 满足见不走 与跑步的需求 既然是作为一个社区公园吧 我们的整个建设理念 都是以人为本 人如何在这个公园里面 更好地享受 这个公园的设施 能在我们这个公园里面 更好地游走 这是作为我们整个规划 设计的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理念在实施的 环境比较好 然后呢 然后这个多了一个公园 对于我们来说 多了一个活动的地方 非常不错 人家成练啊 或者是附近的人 往啊 就是近一些了 不要去老远的公园 这里挺好的 这里树又多 记者了解到 我是正持续加大 对居民房前屋后 公园绿地的建设力度 接下去 虎头山社区公园 薛岭山社区公园 以及木措社区公园 也将在今年内开工建设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下午 土安区16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50次会议 决定任命王学敏 为土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代理土安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 同时因工作变动会议决定 接受黄艳天 辞去同安区人民政府区长职务的请求 继续关注 陆岛清风 美丽厦门系列报道 今年4月初 同安区委在全市率先创新 灵活派重点筑巡查工作机制 成立了以区纪委为主 相关部门人员配合参与的巡查组 采取灵活的巡查方式 探索对区职部门的有效监督 这一做法的推出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同安区行政执法局是首轮被巡查的单位 在对执法局不到两个月的巡查时间里 巡查组共发现问题16个 移交问题线索12件 约谈党员干部22人 立案查处2人 组织处理5人 向被巡查单位提出意见建议9条 修订完善制度8项 老问题需要新办法 为此同安区专门研究制定 关于在区职部门实行 灵活派重点注巡查工作机制的办法 对巡查的单位人员程序 及工作要求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巡查组长由区纪委常委 各处市主任轮流担任 巡查组成员以区纪委监察局 和区职部门纪委干部为主 同时从组织财政审计 及其有关单位抽调业务骨干 并与审计信访政法等相关单位 建立信息共享 成果互用工作对接等协作机制 跟以往有几个不同的特点 一个是这次巡查组的权威性 跟严肃性会更高一点 第二个是检查的内容更全面 它不是单一的某项工作检查 而是一个一次全面的体检 第三个是这次检查的方式 更为联活多样 所以检查也更为深入 效果也会更好 哪一个部门问题突出 群众反应问题多 就重点寻查哪一个部门 什么问题突出 就重点寻查什么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一几错在整合监督力量 延伸监督的出角 发挥监督的前威 传导责任压力等方面 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下一步 巡查组还将陆续 对区教育局 建设局 财政局 民政局 卫生局等单位 开展巡查 围绕项目审批 资金监管 民生事项等问题开展监督 并进一步建立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逐步向阵阶基层延伸 本台记者报道 位于嘉河路与湖滨北路 旅岭路交叉路口的 旅错立交桥 因地铁旅错站施工需要 于2013年按照可还建的要求 进行全桥拆除 待地铁车站建成后 原位恢复立交桥 今天记者从轨道集团了解到 旅错立交桥还建工程 从5月份开始展开 预计这个月就能还建完成 旅错立交桥于2008年建成通车 桥下部结构为装注式 与地铁一号线旅错站 连旅顿购区间相冲突 为有效节约国家资源 立交桥上部结构香粮 被分阶段拆除后 运输到存粮地 专业保养两年 等地铁车站建成后 再运回钢香粮 分阶段架设 焊接拼接环件 目前旅错站一号线 及一二号线交叉 换乘车站的主体工程 已经完工 钢香粮还建 也从今年五月上旬 开始进行 截至六月底 九夸钢香粮 已经还建八夸 计划在七月份 屡坐立交桥 还建完成 据了解 这次钢香粮 还建分成五十三阶段 每阶段长 18至19.8米 宽四到六米 高1.92米 阶段最大重量 约达100吨 属超重 超宽大件 只能利用夜间运输 和部分战道 进行架设作业 另外 钢香粮架设 需在底部 搭设贝雷支架 加河路 湖滨北路 旅岭路 均为厦门市主干道 车流量大 部分恐挂的环件架设 还需要进行交通导改 总体来说 钢香粮的拆除 存粮 保养 旧钢香粮 重复利用和环件架设工程 技术难度高 续工难度大 本台记者和通讯报道 昨晚2016年 厦门市篮球 甲级联赛 拉开战幕 今年总共10支队伍参赛 规模比去年 有所提升 昨晚的比赛 分别在市体育中心 篮球馆和 金美大学体育学院举行 在比赛队伍方面 今年以级联赛前三名 金美惩罚 旋风体育和 厦门教育二队 成功见机甲级 总共10支队伍参赛 规模比去年 有所提升 这10支队伍 被分为AB两个小组 从昨晚开始到7月18号 三岁队伍将进行 小组赛和淘汰赛 两个阶段的比赛 和网民不同 今年赛事首次引进 网络直播平台 原本只能到 球场观赛的球迷 现在通过手机 也能看到比赛的 现场直播 同时球迷们 还能实时了解 赛事最新数据统计 赛事影响力也大大提升 在冠军选面上 去年联赛的 未免冠军 厦门广电 文广传媒 亚军厦门前卫 依旧是冠军 最有力的争夺者 昨晚的比赛中 厦门广电文广传媒 首轮轮空 厦门前卫 对阵厦门教育 比赛中 整体实力高出一筹的 厦门前卫 首节比赛 就以31比14 领先厦门教育 最终厦门前卫 以95比57 大胜厦门教育 在其他场次中 来自吉美的两支 升班马球队 表现不俗 吉美惩罚 旋风体育 以81比51和84比69 分别战胜 厦门教育二队 和厦门宫殿 大维能源 则以83比67 击败厦门岗物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事经济局获悉 2016年 第二批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发展专项资金 开始申请 申报项目 分为企业销售增长 等八个类别 最高奖励可达500万元 软件骨干企业 销售增长奖励项目 奖励条件为 入选的软件骨干企业 2015年销售收入 比2014年增长超过10% 按照增长比例 奖励金额在100万元 到200万元不等 企业经营管理团队 奖励项目 奖励标准为 对于2015年销售收入 首次突破3亿元 5亿元或10亿元 并对地方财政贡献大的企业 分别给予其经营管理团队 30万元 50万元 100万元的奖励 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我是将对2015年研发投入 超过年度销售收入 10%以上的部分 给予50%的奖励 每年奖励最高200万元 每个企业累计奖励 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为鼓励软件企业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该专享资金 对于企业的人才培训 和高级人才引进 也有不同标准的奖励 获奖作品和收入排名 靠前的新媒体平台 动漫游戏作品 也在奖励范围内 该资金支持年度为2015年 即2015年1月1号到12月31号 申报时间截止本月27号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事人社局了解到 今年我是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已经启动申报 符合条件者 可在这个月底前提出申报 一旦获批 将得到市财政 一次性5万元的 启动资金补助 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主要是发挥优秀高技能人才 在带途传技技能公关 技能推广等方面的作用 面向企业行业职工及相关人员 开展培训研修公关交流活动 将技术技能革新成果和绝技绝活 加以推广 建立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应具备相应的工作场地设施设备 能够满足教学和技艺传授及技术公关 创新工作要求等条件 申报者应同时具备获得中华技能大奖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 全国技术能手 省级技能大师等多种荣誉称号 及相关职业资格 具体申报办法 可在市人社局网站查询 一旦获批将得到市财政 一次性五万元的启动资金补助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市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微博 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